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那种搞笑模样吧 但其实一开始他走的可是本格派的 优育美少年路线 颜值或是演技都让人无话可说 还曾经被美国杂志的 Hollywood Reporter评选为 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十名星星之一 也是日本唯一入选的演员 但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他却陷入了绸闻与忧郁症的泥沼中 那他又是怎么突破当时的困境 重新成为被众人认可的演员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 其实是巨乳控与人妻控的俑者 Yamada Takayuki 三田小枝 Hi guys 欢迎回到初心首男 这个频道每周会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人物知识与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 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1983年 山田孝芝出生于日本的冲神县 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妖 在鹿尔岛县长大的她 性格内向 从小就对未来没什么想法 15岁那年全家搬到东京 当时她交往的女友是个太妹 把她的眉毛修得特别细 让她在元素被星探发掘时 还因为长相太过清秀 而被误认为女孩子 加入经纪公司后的山田孝芝 对于演戏这件事完全提不起劲 每次练习与试镜都是随便敷衍了事 让所属的Stardust 事务所很是头痛 不过靠着强大的业务能力 还是很快的让她开始在日剧中 演出一些小角色 2001年 她在NHK的高收视率 陈坚剧《水姑娘》中 饰演女主角国众良子的弟弟 随着此剧的热播 她也开始受到注目 还入围了日剧学院赏的最佳男配角 从此演出邀约不断 2003年 山田孝芝在《水南海》中 第一次当上日剧的主角 扮演一个缺乏自信的平凡高中生 与游泳舍的伙伴们 凭借着热情克服困难 最终实现表演水上芭蕾的梦想 清新阳光的形象 博得众人的好感 第一次主演就获得了 日剧学院赏影帝的提名 2000年之后的日本 开始进入了纯爱剧的黄金年代 以天真热血却又留下遗憾的青春岁月作为主题 吸引了无数观众 相关作品也层出不穷 山田孝芝搭上了这波热潮 在这个时期主演了多部纯爱日剧 而其中又属改编自安达冲漫画的 《H2好求酸物语》我看过最多次 除了因为我本身是安达冲迷外 这部日剧中的古鹤春华 还是由石原聪美所饰演 当年带点婴儿肥又穿着水手服的她 真是香到一个爆炸 跟同时期的长泽鸭美 新元节衣 护田惠离香 并列为我当年必追的日本四大美少女 我们回到主题 这个时期的山田孝芝还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加上她本身那种内向又消极的个性 在演出一些忧郁迷惘的角色时 尤其得心应手 而从15岁开始就不断磨练的演技 在这时也日趋成熟 不论是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里 那个青涩纯情的松本硕太郎 或是在白夜行中躲在黑暗里 为了雪碎默默奉献的童猿亮丝 她都诠释得入幕三分 也靠着这两部作品 接连拿下日剧学院上的影帝 第一 那天 我给你带架架 松本作太郎 跟现在放飞自我的形象相反 这个时期的山田孝之其实形象有点苦情 跟韩国的苏智蟹一样 只要看到她出现就知道接下来的剧情一定是 可说是日剧里的天煞孤星 悲剧的代言人 她的作品要不是自己很惨 就是跟她在一起的女主角很惨 这种逢人就索命的程度 大概只小书给柯南与津田一 直接举几个例子吧 2004年的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 林奈瑶饰演的女主角就得了白血病 到了2006年的太阳之歌 女主角换成泽铐英龙华 一样得绝症收场 隔了一年的等待是为了和你相遇 女主角再换成东宝甜心长泽鸭美 结果还是得绝症 秉持着全家就是你家的精神 我们山田孝之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 在2005年富士电视台的单元剧《起跑线》 换成她自己得了绝症 2006年改编自东野龟舞小说的《白夜行》 她为了保护女主角自我了结生命 童年的电影《手指》 哥哥为了她被判无期徒刑 自己则因为哥哥薄受霸凌 失去了工作朋友梦想与恋人 你说一直演这种负面能量的戏 人是能开心到哪里去 就在她生事到达顶峰之际 山田孝之突然被爆出她与女演员 大三千岁育有一个四个月大的私生子 在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结婚的问题时 她居然回答 现在是她想专心演戏的时候 未来会有女方独自养大孩子 由她来负担费用 这样的消息让她形象重挫 人气一落千丈 精神状态也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甚至还曾经说过 活着太麻烦了 不如糟糟死掉就好 原本就性格内向的山田孝之 在那几年情绪都相当低落 饱受忧郁症与社交恐惧症的困扰 但她没有放弃演戏 认为只有在表演的时候 才有一种自己不是山田孝之的感觉 借由扮演他人将身上累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同时她也与经纪公司达成共识 拒绝所有会在黄金时段出现的工作 开始只接演一些自己有兴趣 但收视率不高的深夜剧 2007年过去那个纯情的美少年蓄起了胡子 在飘撇男子汉里摇身一变 成为了林兰高中的万寿之王 秦泽多摩雄 这个不良少年的角色 跟之前他演过的那些苦情人物相比 都更加立体 不只是单纯的耍狠、打架 他完整的呈现出身为林兰顶点的霸气与威严 除此之外 在躲避警察时的痞子样 为兄弟而战的强大信念 甚至是打麻将自摸国事无双 却被小力寻打断的逼激脸 都展现出更胜以往的层次感 虽然前后两集的飘撇男子汉 山田孝之的戏份与剧情安排 都不如主角小力寻吃重 但相信对绝大多数的观众而言 万寿之王秦泽多摩雄才是剧中最强戏的主角 不论是领导能力或是人格魅力 都是最有资格站上林兰顶点的人物 不过对于不想被过度关注的他来说 就跟电影里的剧情一样 称不称霸这件事他也没有很在乎 努力转型的山田孝之 戏路越走越宽 只要能让他与之前优育美少年的形象 差距越大的工作他就越感兴趣 也因为这样接演了一堆反派角色 例如在《BOSS女王》中 他就以颓废的造型演出一个歇斯底里 又有着黑暗过去的凶手 而改编自贵智右借同名小说的惊悚电影《二之焦点》 他就饰演一个不断骚扰女学生的体育老师 只凭味道就知道内裤的主人是谁 在电影《那夜的无事》里 他则化身为死性不改的肇事逃逸司机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凶狠无情的社会败类 与影帝戒亚人同台标系 并拿下了横冰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 如果说飘撇男子汉中的秦泽多摩雄 是光明版的小混混 那他在卧底刑警与新宿天鹅里 则是暗黑加强版的地痞流氓 举手投足都是危险的味道 不论是张狂的笑容或是阴险的算计 他都能出色的拿捏 就连在好友小力寻的吉利邀约下 好不容易回到黄金时段露面的信长协奏曲里 他也是扮演臣府吉深 只要一个眼神 就会让人不寒而栗的羽柴秀吉 今次我會拿來年金手帳 對,那我現在就跳下去了 謝謝!謝謝! 我完全相信社長 只要考慮的事情 想不想的話就很容易 但是這樣就結束了 2010年山田孝之睽違了四年再度主演日劇 只是讓人跌破眼鏡的 是他接眼的角色是一名在地下世界生活的高利貸公司社長 這部改編自真鍋昌平漫畫的深夜劇《黑金丑岛君》 描繪了被貪婪與慾望左右的各種人生故事 真實地展現出為了金錢一個人可以墮落到什麼地步 日劇版的內容雖然相較漫畫版已經溫和許多 但仍揭露了人性黑暗面中的冰山一角 山田孝之戴著無眶眼鏡 留著大鬍子扮演著冷漠無情的丑岛社長 是個頭腦清楚執行力過人的社會敗類 金錢至上的他在劇中的名言是 五塊錢也可以改變人生 無論客戶有什麼苦衷 他都會想辦法把最後一點錢從對方身上壓榨出來 面對想要耍賴的客戶他絕不退讓 不擇手段的討債方式頗有警示的效果 《黑金丑岛君》透過一段段的故事告訴我們 當到達了用金錢堆砌起的天堂時 金錢所構築出的地獄也隨之而來 《黑金丑岛君》這部深夜劇在播出之後大受好評 七年之間一共拍了三部日劇 四部電影一部翻外片可見他受歡迎的程度 當我們以為山田孝之已經在反派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時 他再次主演了代表正義一方的勇者 以我們熟悉的那個陽光美少年之姿 重新回到觀眾的視野 只是...只是這個勇者好像哪裡有點怪怪的 勇者就把這個勇者放在這裡 回來了 然後死了 是的 為了節省預算 由福天雄衣自製自編自導的低成本深夜劇 《勇者異焰》系列 致敬了國民RPG遊戲《勇者鬥惡龍》的設定 描述《勇者異焰》一行人要去討伐魔王的故事 每一季的海報與片頭都製作的既奇幻又華麗 《勇者異焰與魔王之城》 《勇者異焰與惡靈之鑰》 《勇者異焰與被引導的欺人》 感覺就是一部耗費巨資的史詩大片啊 不過如果你真的這麼想那就錯了 這反而是一部話劇社等級的惡搞劇 看看劇中這些低廉的道具與布景 演員不斷笑場與妄辭的演出 還有因為經費不足太麻煩的場景都會突然變成動畫帶過 我實在很難形容這個深夜劇到底好看在哪裡 但《勇者異焰》系列可是當我心情不好時 就會拿出來反覆觀看的神劇 就連客串這部戲的小綠巡也表示 這部戲讓我的戲路都寬闊起來了呢 《勇者異焰》播出後獲得了巨大的人氣 打響了他深夜劇王子的名號 山田孝之這時也對外宣稱 困擾他多年的憂鬱症已經治癒 只是我怎麼覺得他這個療程是不是調整過頭 還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山田孝之現在根本就是整個人的脫掉了啊 因此而言之所以 也不算是蝦乳的好處 在大家見識到勇者驚人的尺度與尺度後 一些漫改類或是非人類的角色都開始找上山田孝之 從荒川爆笑團中的人氣搖滾歌手 也是全宇宙最閃亮的那顆星星 到火星異種裡接受Bugs手術 具備不死屬性的智劍一郎 再到《迎魂》裡 連露臉都不用 只露出一雙毛腿的外星人伊莉莎白 甚至是在真人版電影《啾啾的奇妙冒險不滅鑽石》裡 擔任大反派片桐安時郎 都可以看到這位昔日的美少年 各種不具膩形象的瘋狂演出 他讓開派啊!! 尺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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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耶 而電玩大廠Sony也會演獨具 邀請山田孝之擔任代言人 拍攝一系列的PS4宣傳影片 這些廣告已經不能單純用搞笑來形容了 因為他在裡面根本就是被Sony玩弄到不要不要的啊 演藝大爆發的表演方式 卻有挑戰日本演藝之王相川趙之的態勢 雖然我自己覺得他本人好像也蠻喜歡被Sony玩弄的 但拍了这么多支充满魔性的广告 还是让我不禁怀疑 他到底是欠了Sony多少钱 就在《黑金丑岛君》与《勇者艺艳》系列大放异彩的时候 山田孝之选择结束掉这两个让他重回巅峰的系列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经验已经在过去几年被小某殆尽 他需要接触与吸收更多的新事物来丰富自己的内涵 才能在表演方面更上一层楼 于是在30岁那年他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生挑战 首先他第一次主演了音乐剧《依托到底》 描述几名男子因为不景气当上脱衣男的故事 这个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穿着钉字库表演的经验 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接着他也大张旗鼓的拍了 山田孝之的东京都北区赤羽 与山田孝之的坎城影展两部未纪录片 找来了一堆重量级卡司与业界大佬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相信看过这两部未纪录片的朋友 应该都会有一种 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的诡异感觉 但这样的社会实验真人秀 应该就是他想要得到的效果了 此外山田孝之也以超无聊为核心理念 撰写了随笔书《石鹿山田》 并在R&B歌手T的MV中 献出了他担任导演的处女作 接下来他还与赤熙人组了个限定团体 Jean Tucker 迅速的发完一张单曲后就立刻解散 同时他也与林野刚与内田朝阳组成乐团 担任主唱并作词作曲 累计音乐方面的经验 2016年他更是携手Social Gear的社长佐藤俊介 共同创办Me & Star直播媒体公司 担任董事及创意总监 由他邀请有影响力的名人拍摄直播影片并进行销售 而抱持着让日本影坛更加进步的信念 他也开始投身幕后 一连担任了平成地狱兄弟 晶晶Hotcore 圣歌传与Day & Night的制作人 学习如何从筹备期开始 一点一滴的完成一步步专业的作品 过程虽然辛苦 但他认为去亲身了解幕后团队的付出与存在意义 对于演员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这种持续超越自我的执念 让他在经历了五年的学习与成长后 终于迎来一个演出突破性角色的机会 2018年Netflix推出原创影集AV帝王 以泡沫经济下的日本80年代作为舞台 改编日本成片产业的脱荒者 传奇导演村西透波澜万丈的人生经历 即使内容充满争议 社会观感不佳 期待突破自我的山田孝之 还是毅然决然的见了这个困难的角色 从准备期开始 为了让自己与本尊更为深似 他刻意增肥并剔除身体多余的体毛 坦率的让身体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开拍之前 他更是拜会了村西透本人 力求将这位传奇人物特有的腔调与神韵 内化到自己的表演中 他这种为了追求极致的态度与精神 渐渐地与当年那个只穿着一条白内裤 扛着摄影机在片场中奋斗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也眼活了这位将这片拍成艺术作品的AV帝王 比起剧中香艳刺激的床戏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村西透与山田孝之 那不畏惧世俗眼光的敬业精神与努力 也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精彩作品 2019年在山田孝之的《痛苦与荣耀》这部纪录片中 导演穆友泰就跟拍了他过去五年 在进行人生挑战时的心境与转变 让观众从他百变的形象中 稍微的捕捉到他一点真实的样貌 其中一段他的自白就让我感触很深 他说 我现在已经30岁了 如果60岁就死去的话 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一半 想想剩下一半的人生 我突然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如果接下来再不行动的话 恐怕到死了都无法实现 我不想当一个不断在打磨技术的职人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真的太无聊了 之前只要提到山田孝之 我就立刻联想到他各种不计形象的角色与演绎 但是当深入了解他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 我忽然开始尊敬起这个人来 不知道未来他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 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喜欢山田孝之的朋友 我每周都会上传影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欲しいからです 鋭いじゃないか 未来はあるのかね シリーズ最新作 ドラゴンクエスト11も来ます 負けた 君はどこの汽車だね 私通りすがりのゲーマーです ツマミだぜ ソーリーズ 目玻璃璃 충분 綦麗璃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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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 互相raw 岩青 一定会在墨丸